虽然我国很多方面的技术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来算起步较晚的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但是如今我国已经有不少技术后来者居上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甚至做到了垄断世界的地步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这期视频就来聊聊中国垄断世界的五大技术 一 高铁建造技术 中国高铁领先世界 这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了 但你们知道吗 高铁技术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国还处于百费待兴的时候 日本人就已经制造了新干线 随后法国和美国也把高铁技术连接到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而我国则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才开始把高铁发展提上日程 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经过我国科学人员的不断努力 中国高铁开始屡次刷新世界纪录 已经超越了日本 美国 法国 这些率先发展高铁的国家 技术水平也被公认为国际领先 其他国家都争相从我国引进高铁技术 目前我国的高铁产品 已经销往了全球104个国家 出口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排第一 占据了全球高铁市场的70%的市场份额 可谓是一家独大 二 特高压输电技术 特高压输电技术 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之一 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 又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地域广阔 国土从寒带到热带都有跨越 并且像是很多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等工程 都集中在西部地区 所以要想电能顺利通过电网 输送到我国各个地区 便不容易 必须承受得住50度左右的极高温 也必须受得住 零下30度左右的极低温 另外还要抵挡得住 戈壁风沙的侵袭 和东部沿海地区 延误环境腐蚀等恶劣环境 于是我国根据这些要求 独家研制掌握了一种 特高压输电技术 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应用 不管是在运输速度和规模上 还是可靠性上 都远超发达国家 大大方便我国一些 偏远地区的用电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使用区域性电网的国家 都开始积极从我国引进这种 高标准的特高压输电技术 像是意大利 澳大利亚 菲律宾等 三 量子通信技术 量子通信技术 是一种新型通信方式 简单来讲就是 利用量子叠加态 和纠缠效应来进行信息传递 和传统的通信方式相比 量子通信技术 可以实现通信双方安全的 量子密钥共享 防止窃听 保密性和安全性都非常的强 并且容量大和更高效 所以我国的量子通信技术 大大提高了 我国军事信息保密程度 就算有些情报 被比较用心的国家窃取了 它们也无法计算破解 获取里面的内容 就连一直自认为 在信息破解方面 世界第一的美国 也拿我国的量子通信技术 毫无办法 目前 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 全球首个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 并且建成了全球范围内 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 金货干线 这意味着我国远超那些 还在研究的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成功构建了 首个空地体的 广于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雏形 4.人造太阳 太阳的原理就是核聚变反应 但确实不可控 而人造太阳 就是要研究控制这些核聚变 然后利用核聚变的无限资源 不污染环境 不产生高方式性核飞料等优点 让人类社会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 随之迎刃而解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 目前很多国家 都在致力于 人造太阳方面的研究 而我国却在这方面 多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让欧美的一些国家 都望尘莫及 2012年5月28日的时候 我国的全超导托卡马克 核聚变实验装置 又成功实现了 可重复的1.2亿摄氏度 101秒 和1.6亿摄氏度 20秒等粒子体运行 是原先韩国 将1亿摄氏度 20秒记录的5倍 进一步证明核聚变能源的可行性 5 航天技术 虽然上世纪560年代 在国外其他国家 大力发展航天技术的时候 一穷二白的中国 才刚刚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到1970年的时候 中国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成为了继苏联 美国 法国和日本之后 世界上第五个 能够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从此之后 中国的航天技术 就开始快速发展 成就了中国航天事业上的 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比如2003年的时候 我国神舟5号载人飞船 顺利升空 又比如 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火箭发射次数 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最近成功发射的 神舟12号载人飞船 不仅在研制过程中 开创了我国航天员中心远程测试 载人航天飞船的先例 还首次实施载人飞船 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这种对接能力 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领先的 要知道 我国神舟12号载人飞船 与天河核心舱的对接时间 只花为6.5小时 与欧美至少需求48小时 还需要人工参与 才能完成对接的技术相比 那是遥遥领先 而能做到这种程度 是因为相较于以往 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芯片 神舟12号载人飞船 进行了多项国产化芯片 应用改进 全面实现了自主可控 虽然我国在很多技术上 都不是起步最早的 但是我们绝对有这个骄傲说 自己是发展最快的 相信在未来 我国会有更多的技术 走在世界的前面 狠狠打的那些 想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 西方国家的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 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